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服侍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幅 非常美好的画面 那就是同工们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大概是一个组织 最想要达到的境界 你的事情你好好做 我的责任我来承担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服饰的场域 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教会要达到这样子的状况 不是很容易 我甚至认为比外面的企业 甚至非盈利组织还不容易 因为他们可能可以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可以用非盈利组织的意向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基督徒我们都很伟大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上帝 所以我们就自己伟大起来 所以其实能够看到在教会里面 大家同心合意分工合作 其实是难能可贵的状态 所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摆结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也是大家所期望的 我非常喜欢看到教会是这样 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我所知道的教会里面 不容易达到这种状态 但如果教会已经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美好的 我也碰过几个教会在我服事的过程中 或者我所认识很深入了解的教会 有这样的状况 如果是这样呢 同工们大家就可以勇于认识 而且承担责任 可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作为一个教会的堂会的牧者 或者主任牧师 我觉得我们的思考的方式应该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这样的想法是对的 可是作为一个教会的负责人 可能我们要有另外一个思考的中心 或者说我们心里面 其实是想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本来谁的问题就由谁来解决 这是很好的 要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这是一般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是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前提 可是如果作为一个领袖 也这样的时候呢 那问题就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会去想 会去找 或者说这是谁的责任 这个是谁的责任 我再说一次 我这样讲并没有说 不可以找出是谁要负责任 而是我们的心态上一定要认为 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如果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成为一个教会领袖的心态的时候 问题很容易解决 那问题在这边 当我们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我需要来解决的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去考虑那个状态 怎么处理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能处理的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面对的 这个时候只剩下灵命的问题 就是我成不成熟 一个教会的负责人 能不能够承担这么多的责任 我们的灵命能不能够随着环境 随着状况而提升 如果我们不能这样 那么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教会就会有一个限度 到这边就停下来了 所以谁的问题由谁来解决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更好的就是领袖 随着我们自己灵命成熟之后 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教会也因着我们这么乐于承担 而其他的人也乐于承担他们的责任 其实当我们说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或者说这件事情是我来负责 或者这个问题我来处理 或者我来解决的时候 其实那个被我们这样承担的人 他会有感觉 他不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不是功劳嘛 功劳谁都要 过错谁都不要承担 可是当你这样承担之后 我可以告诉我们当中的牧者 我蛮常用这种方式在处理事情的 而结果就是会有些同工 他私下会来说谢谢你 刚才那个场面很尴尬 我没办法面对 或者是说其实是我有问题 我就跟他说没有问题 我们把事情再做好就好了 所以如果当一个教会的领袖 把所有的问题都当成我的问题的时候 它是一种承担力的表现 因为承担 所以同工们就成长 盼望我们所有的同工们 都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